大家好,我是Dedai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邪教的故事 故事开始 爸爸就来到中介公司要找女佣 老板问他有什么想要的吗 爸爸说最好是年轻的 老的一直请兵驾 他希望老板给他最好的 老板叫了小花出来给爸爸过目 那么漂亮,爸爸很满意 就算不会打扫也无所谓 老板算了算,这次what了 这次what了 爸爸和儿子女儿说 明天小花会来家里打扫 而且还会和他们住在一起 大家要好好照顾小花 小花来了,看见家里那么的凌乱 他有点吓到,女儿这是小花 女儿对他不求不才 爸爸开始教训他 小花说别动手,等我来 第一次见面就给了女儿一个耳光 女儿对他狠之入骨 爸爸说自己没用,叫子无放 小花叫他放心去上班 家里的事物就交给他吧,请慢走 小花开始做家务 洗碗,洗厨房等等 这时儿子刚睡醒 一下来就看见小花在打扫 你好,我是儿子 我是小花,你的女佣 请多多指教 小花在准备午餐给儿子 小花的身材那么棒 他想要了 小花气了他一下 在拿道指着他说 我不是随随便便的人 请你守规矩 儿子和他吃早餐 一直问他 是不是单身之类的问题 可惜小花对他没什么兴趣 根本就没回答 小花正在洗厕所 儿子没大喊了 他跑进来说 小花,我们做吧 他拿花杂向他喷水 不要,不要 小花来了个猴子偷逃 儿子很气很气了 我最讨厌女生 拒绝我的 我就是要 还好小花有学过跆拳道 一下子把他打晕 小花很不高兴 他和女儿说 刚刚儿子要上我 我走了 他跑回去中介公司 老板说 这样跑出来是不对的 爸爸要他待在家 你无端端跑出来 我必须赔钱 小花乖乖的回去 爸爸向他保证 儿子的事不会再发生 儿子也向他道歉 某天妈妈终于露面 他有点疯疯癫癫 爸爸向他解释 妈妈有点傻 但是别担心 有女儿照顾他 不会乱来的 中午时 要叫女儿喝汤的 开门一看 他居然在喝妈妈的奶 女儿说 别大惊小怪 这是妈妈的怪屁 突然有个眼睛男来了 妹妹妹妹 跟我回家 妹妹 儿子来了 立刻赶他出去 小花一出来买菜 眼睛男在守候着他 他叫小花 别激动 请听我说 他说 几年前 女儿就是他的妹妹 由于要缴学费 他就来东京这里做佣人 突然间就人间蒸发了 原来是来了这个家 他说 这个家很邪 好几个佣人来了后 都莫名其妙的失踪 听说 这家的爸爸是个邪教教主 硬硬收了他的妹妹为女儿 他希望小花 能够把他的妹妹给救出来 小花回家问女儿 那个是不是你的哥哥啊 女儿给他一杯茶喝 然后他变晕晕的 就晕倒在地 另一方面 眼睛男去找老板 他说 小花的生命有点危险 哪家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告诉老板 小花醒来时 儿子坐在那儿 儿子说 小花 我想上你很久了 给我上吧 还好 这时老板和眼睛男来到 把小花给救出来 眼睛男和妹妹非常感谢小花 这一别 不知道几时才会见面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请大家小心一点 现在到处都很多scam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